新海新帶來關心的是 高雄桃園區好雨不斷 從10號到今天下午點為止 已經有多個地區 是達到了黃色以及紅色的土石流警戒 而台灣區長表示 居住在土石流 前市溪流的保全戶 總共有827人 目前已經有808人是一清了 其餘暫時是安置在各里的收容所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高雄的山區雨季是非常大 已經有多處的道路是積水 在山壁上也溢出了大量的雨水 甚至有路段是發生了落石 像是往四側部落的聯絡道路 還掏空下線 可能會有山崩的危險 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而高雄團區長表示 目前能保持一級的開設 會持續來監控各部落的狀況 也呼籲居民雨勢過大 建議不要上下山 以免避免發生危險